禁治清涼來說 這都是禁 禁治就是禁治煩惱 清涼就是前面講到沒有熱腦 你煩惱就會熱腦 沒有熱腦的狀態 心得安樂 就叫做清涼 安樂自在 所以能夠禁治煩惱 進化 調治 煩惱 讓內心安樂自在 這個叫清涼 那麼這個都是禁 這都是先於禁條 而為法治禁規的本質 就是他還沒有治 哪一條怎樣怎樣怎樣 還沒有這個 那基本上他就有這樣的功能 從歸信而得的別解脫慾屬於人類 那一般來講 佛治的禁是救我們的 這樣的狀態來說 那五戒基本上不一定是人 這個龍王也可以送 那鬼道眾生也可以送 畜生如果可以的話 他聽得懂的話 龍就是畜生也可以送 那如果是出家戒的話 那如果是出家戒的話 除了人之外 其他都不能送 那就不一樣 那這裡講 他說 但是這個是屬於人類 或是男的 或是女的 或是在家 或是出家 那或是成年 或是童年 老的小的都可以 小的就是撒尼戒 那老的就是成年的就是聚族戒 男的比丘戒 女的比丘寧戒 那撒尼撒尼戒不一樣 由於社會關係 生活方式 體力強弱等不同 佛就制定不同的戒療 就是說 其實這個是對於 我們叫做量身定做 如五戒 十戒等 使學者對於生與行為 生與行為就是生口義 指惡行善 有所遵循 你才知道我要怎麼做 我怎麼這樣做是不行 我怎麼樣做可以 因此稱為波羅提露撒 波羅提露撒就是別別解脫 意義叫做別解脫戒 這是竹條竹條的受止 就能別別的得到解脫過失 就是你體會犯錯 幾個例來講 我們用五戒來講 殺到毒蛙 這個 比丘 比丘 冥界 殺 冥山 冥界 都一樣 這四條都是中間 殺到毒蛙 如果說殺生來講 殺生就有殺業 殺業 這個行為本身有業 殺生是一種行為 那如果是生口義都有 你有殺心 你叫人家殺 一樣 你自己殺 一樣 他都有業 這種業他有報 這個照理來這個業是惡業 那如果是放生這個業 那如果是放生這個業 就是善業 那報就是熱報 他有苦報 那怎麼樣的苦報呢 就是短命多病 還有其他的報 還有其他的報 不只是這樣而已 他主要是這個 管命多病 或是你長得不莊嚴 或是你口氣不好 就是你有口中 有種種的 那不是多病 管命多病 那另外 還會怎麼 主要會剁散熱道 殺生種的會剁散熱道 那麼 從散熱道起來 再到人道裡面 散熱道本身就是短命多病 散熱道本身就是短命多病 那如果你做的 比如說你做出生道 或是說鬼道 你命很長 然後你也多病 那基本上 從散熱道上來 做人又會短命多病 他就是這樣 那麼這一些就會障礙你 這個叫做暴障 這個叫做業障 那你常常起煩惱 你會習慣常常起煩惱 會害怕 又有煩惱障 所以這個叫三丈 那麼如果你不殺生 你殺生你就會這樣 你不殺生 你就解脫掉 第一個 你不會因為殺生 剁散熱道 你就解脫掉這個苦 那麼你不會因為殺生 造成你短命多病 你就從短命多病裡面得解脫 這個是一個束縛 一個苦 一個障礙 那你不造這種業 你就不會有這樣的苦 那麼你就從這個苦中得解脫 那拖到一樣 就有什麼 那主要是會剁三二道 那如果沒有剁三二道 或是從三二道起來 那麼也會怎麼樣 貧窮卑賤 那貧窮卑賤一樣是有障礙 你在修道的時候會有障礙 懂病多病 你修道的時候也會有障礙 就算你不修道 你生活都有障礙 貧窮卑賤 那麼你不偷到 你就從貧窮卑賤裡面得解脫 一樣 那殺到遺忘都一樣 那這個就是眷屬過亂 那這個 妄語 基本上就是 從這個事業 事業上 或是朋友上 那麼你沒有辦法 你這個 你事業比較不容易成功 因為 你講多話不可靠 不可信 沒有威德力 沒有權威 那人家沒有真心會幫你 這是種種的 所以他這裡講 這裡講說 別解脫 竹條竹條的授詞 就能別別的得到解脫過失 就是這些就是他的過失 那 邪淫 如果是 如果這個 如果是在家他邪淫界 那麼他基本上就眷屬多賴 家庭博的合謀 那妄語 基本上就是 你講話沒有誠信 主要是在事業上 跟朋友上 這些 你比較不能成功 那 協議界主要 是在家庭上 你比較沒有辦法得和樂 那 殺生跟偷盜 主要是 偷盜主要是 你的經濟上 或是 你群種對見 那殺生是你的身體上 你會保命摸病 那麼這個是 這個是在家的 如果是出家的 那麼也一樣 有這種業 所以那這個淫是 不是血淫 是不淫 就是 你不持這些戒 你不能得解脫 你沒有辦法向解脫 好 而且一樣 果報一樣是殺得到 所以 他說你一條一條的解脫 你就能夠別別的得到 不會有那一種過患 所以叫做解脫這樣的過時這樣的苦 那如果不殺生 但是常偷盜 或是不偷盜 常殺生 那麼你不殺生 你只解脫掉 你要懂命多病 但是你沒有辦法解到疲憊規見 所以要逐條逐條 受此 就別別得到解脫 一般重戒律的 大抵重視規制 就規定怎麼樣 制度怎麼樣 忽略說能盡內心戒的本質 所以他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讓你的心清清 他並不是說你照規定就好 就好像說過午不死 過午不死的重點是要你少益之主 那你沒有重視內心對食物的貪欲 你只重那個幾點幾分不能吃 那時間快到了 趕快把下午的 把晚上的都吃起來 那這樣沒有意義 就是你沒有重視到 那內心少益之主的要求 你只重視那個規定 所以他重點是在讓你內心 你那個煩惱 並不是說 我11點45分過午 我11點半不吃 我就清淨了 不是 清淨是內心沒有煩惱 沒有貪稱吃再清淨 並不是你幾點幾分你就不吃你就清淨 不是這樣子 所以他治這樣的戒 最重要是要調伏你內心的煩惱 那如果你沒有重視到這個 那你只重視在規矩 制度規定 那意義就不大 所以古代禪詩每說性戒 是重視內心清淨 得性內涵 那戒本來就是要讓內心清淨 所以佛陀也講 就是即使在家戒也一樣 如果你不你不種那個食子 那麼你這種栽 就是牧牛災 或是奇納災 跟佛地子的聖地子災不一樣 災界的災 就是你持災你持戒 你不種食子 那麼這個其實是世間的外道 佛地子是種食子的 那麼但偏重政務的親近 也不是一般所能等的 就是三聖構法裡面是重 比較要重什麼 重解剖 所以就是重政務的親近 也不是一般所能等 也不是那麼容易 其實佛法是性為能錄 性為道遠 就是相信的性 那麼一般來講 性為能錄 自為能度 進入佛法 你來學佛 首先要相信 但是最後你能夠得到另一個要智慧 就是性為能錄 自為能度 那性為道遠功德母 展養一切的諸善度 你之所以能夠修種種的道 是因為一開始你相信這樣修 對你有利益 能夠幫助你 以苦得樂 是從這裡來的 所以真切的進行試願修學 才是戒學的根本 那麼其實最重要在你的心 有那種試願 那比如說受五戒 受五戒最重要的是 我有想要持戒的心 如果沒有受菩薩戒最重要的是 就是我有要行菩薩道的心 它並不是說 哪一條戒怎麼樣 哪一條戒怎麼樣 不是 這些都只是 比如說菩薩戒 它重點不在於你這個戒條 而是你那個要行菩薩道的試願 普及心為戒 我要行菩薩道 那怎麼樣行菩薩道呢 就是給你舉例 怎樣怎樣 這個就是戒條 給你做規範 那所以這個真切的進行試願修學 你有這個心 你那種堅定的心想要修 那麼才是戒學的根本 那如果是三勝共法 那當然它是怎麼樣 一定要斷煩惱 那麼這個才是 你有要斷煩惱要解脫的心 叫做出零心 這個才是戒學的根本 如果你沒有出零心 就算也要收250條 你就收了500條 也一樣不能得解脫 再加五八戒如前之首收 那我們說過 就前面 前面五勝共法裡面就有講過了 就是124頁 這邊五勝共法裡面就有講說了 所以他說如前之首說 做此的戒律中 在家弟子有禁士律 這個就是優伯社 禁士籃 優伯語 禁士籃 還有禁柱律 禁柱就是八關在戒 在家養修出家法的八戒 八關在戒是在家人修出家法 不過就是一天一夜 其實真要說一天一夜也不到一天一夜 因為如果你早上一般早上八點到九點去試驗受戒 因為也不會很早 一般是八點或九點 你到試驗去受戒 受完戒大概九點半或八點半 至少要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看有的比較隆重的就久一點 比較沒有就用念的大概就半個小時就可以了 快一點也不用半個小時 這十分鐘就可以了 那前面如果差了九一點的話 那基本上就半個小時 那這個八點半或九點 你九點說完戒 那麼到明天早上明相出 像如果我們現在明相大概五點明相就出來了 九點 十點 十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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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 兩點 三點 四點 五點 八點 八點 五點 六點 七點 八點 九點 那十二 我們就要講 早上九點到晚上九點就十二個小時 然後再加上這個五點 那十一 十二 也不到二十四個小時 那就是你早上九點到明天早上九點才二十幾個 那等多十九個到二十個小時 也不到二十四個小時 但是大概就是一天一夜 那一天一夜的話 他基本上就是一天一夜短期休假 那八關在戒不一定要住在四院 佛陀時代也不都是住在四院 也有住在四院 你受完戒你就回家 那回家你記住你受 就把你受總共九條戒 八條戒加一條齋過不死 齋是過不死 那就九條戒 那如果再加上不做準心 你就殺你時間 但是因為他是在家 基本上他雖然受出家界 但是他還是在家 但是已經是在家人受出家界 所以這個 湖陀時代 一開始大概一個禮拜大概兩天 後來一個禮拜三天 後來一個禮拜六天 甚至後來有所謂的三個月 三長災也有 但是到了中國 後來災就變成吃素 災本來是過不死 那中國做了吃素 後來變成災變成吃素 這六天吃災 其實不是 六災日是六天吃八關在戒 所以後來我們就變成災就變成吃素 變成早災 那吃早災 那其實災是過不死的意思 那戒裡面沒有吃素 但是有不殺生 所以他這裡講 他說五戒跟八戒 本是僧文跟在家的意思 僧文就是佛弟子 佛弟子有分在家出家 那麼要向解脫的都叫做僧文 就是天佛因生而學習的都是僧文 那以初離心來修學的都叫做僧文 要得解多一點 如果以普提心 那個就叫做菩薩 所以不管在家出家 那麼你是以初離心來修學的 那個都是僧文 那不管在家出家 你以普提心來修學要成功 就叫做菩薩 那為了脫生死而受死 就是初次的禁法 即使是五戒也一樣 你是以初離心來受其五戒 那麼一樣 那還是可以成為解脫的資料 如果你是以世間心來 即使你受的是出家戒 那還不是像解脫的 因為主要是那個心 有沒有初離心 那你像你受菩薩戒 但是你沒有普提心 雖然受了菩薩戒 那也不是成功的資料 所以他說 以初離心來修學 為了脫生死而受死 不是為了 應該是為了脫生死而受死 所以為了脫生死而受死 這個就是初次的禁法 不過如以真上身心 為了求得獻身 以後生的安樂而受死 就成為人天聖法 所以重點是你的心 以真上身心來修 真上身就是希望有未來幸福快樂 希望有未來生天 那麼這個 現在有很多人 念佛要往生極樂世界 其實發的都是真上身心 並不是發菩提心 也不是發存在心 他只是覺得這個世間苦 我希望到極樂世界不要再受苦 那這種心其實還是真上身心 那麼如果你是為了成佛要往生極樂世界 那個是苦提心 那你是為了不要再受苦 要離苦 離三界到往生 到極樂世界 那個是初離心 那大部分的人都是因為 他並不是要斷了見口 不是要出三界 也不是要成功 都只是因為希望 我去到極樂世界之後 就不用再受苦了 都可以永遠快樂了 這個其實是為了未來的幸福快樂 為了未來的幸福快樂而往生 這個其實是真上身心 那這種心能不能往生的 不能 不能往生極樂世界 往生極樂世界 無量受精講得很清楚 四種條件 就是第一個要發菩提心 三倍都要發菩提心 第二個要修諸功能 第三個才一向專念 專念阿彌陀佛 第四個回向發願 跟院生西方進入中 這四個條件 那我們大部分都是一向專念 跟回向發願的人 沒有發菩提心 也沒有修諸功能 其實所以 很多人不曉得這個 無量受精 他基本上 其實他講得很清楚 這三倍都這樣 那大部分都只是講 十八月 十年就往生 若有少男子善女人 欲生我國 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不取正前 就取那個十八月 阿彌陀佛四十八月 你不能只取十八月 那你乾脆講 乃至淫念 淫念也可以往生 那這個下輩 下輩的眾生裡面 乃至淫念都可以 那問題他不是講這個意思 所以你不能四十八月 只起淫念 那不同 因為他整個是連在一起 那他已經講清楚 三倍都要發菩提心 那你沒有強調這個 沒有強調發菩提心 其實你不能往生 那這個現在是三聖奉法 所以強調的是出離心 要出離三聖的心 要斷盡一切煩惱的心 只有斷盡一切煩惱 才能斷盡一切苦 出家戒淚 三咪三咪禮 比丘比丘禮 四沙摩浪 那這我剛才畫的那個 底部在講這個 那等於我們來看 在家就是兩種 又分色又玻璃 出家就是三 出家就是五種 所以總共是七種粒子 出家有五種 在家有兩種 總共是七種粒子 如果出家不用分那麼多 就比丘比丘禮 男的女的來分 那就是四種粒子 那一般是七種 生文地址中 出家的戒法分為五類 一個是三咪 三咪禮切 這是出家而還不成完備出家資格 叫做準出家 還不是真正的出家 我們叫做儲備 比如說儲備店長 儲備幹部 也像這樣 那麼是出家中的 遇科 遇路 就是還不是真正的 撒咪意義為勤撤 精勤撤立 求託生死的意思 那麼撒咪是很小就可以做撒咪 一般是七歲或六歲就有 有的更小 有的更小去做撒咪 我年紀很小就做撒咪 那 這個 二十歲以前 佛陀當時是這樣 二十歲以前都是撒咪 二十歲以後沒有撒咪 只要是二十歲以後 你出家 你就是比丘 就是比丘 就是比丘 二十歲以前 你出家 你就是撒咪撒咪 等到二十歲 你才成了比丘比丘 那各個朝代規定的又不太一樣 那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 有一些 比如說 明朝 明朝 朱元璋規定 二十歲以前不能出家 所以 那個時候也沒有什麼撒咪撒咪 二十歲以前都不能出家 二十歲又才能出家 不過後來 中國的界 一出家 就是撒咪撒咪 這又不一樣了 佛陀時代 一出家 如果二十歲以前 就是撒咪撒咪 二十歲以後就是比丘比丘 這是佛陀時代 到了後來上到中國的時候 你不管你幾歲 你出家 你就是撒咪撒咪 撒咪撒咪你之後 因為中國都是所謂的受三坦大劫 佛陀時代沒有什麼三坦大劫 那我們現在有所謂的出家 你家就是受三坦大劫 那你出了家 那麼你就是撒咪撒咪 那麼你要到這個 以前是中國佛教會在傳見 一年只有一次 現在沒有 還是有很多地方傳 但是你還是要到那個傳見的地方去受見 然後到那個界點 給你傳比丘比丘靈界 那你才是比丘比丘的 那有一些人 甚至出了家十幾年 他都沒有去 沒有去登凱受見 所以他就是老撒咪老撒咪 沒有沒有受 那佛陀時代不是這樣 你二十歲出家 你就是比丘比丘的 二十歲以下你就是撒咪撒咪 當然後來慢慢慢慢 佛陀在的時候慢慢慢慢就有改 就慢慢不一樣 最初是這樣 那像我們現在 你出家也不一定受見 你就是到界場去 一次就是三坦大劫 三坦就是先有沙米坦 然後比丘坦 然後菩薩坦 那中國才有受菩薩界 南傳的沒有菩薩界 所以南傳的出家也沒有特別說 有受菩薩界 他們沒有菩薩界 那他出家也是你年紀到 先也是先受沙米沙米禁 那有些一出家就是比丘界 也不用先再 就是說 照佛陀釋定就是你一出家 照你的年紀二十歲以上 你就是說比丘比丘禁 二十歲以下就是心智還沒成熟 你就是沙米沙米禁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他這裡講 南的叫沙米 你的叫沙米你 意義完全不一樣 只是女眾 尾上富有於你而已 那麼論道戒法 沙米禁 沙米禁 都一樣 都一樣 我們來看 都是十戒 十戒就是不殺生 過頭道不隱 所以八貫在戒也是不隱 無妄語 不隱久 前面都是五戒 但是就是第三條 不邪隱改成不隱 因為他是出家的 如果在家就是不邪隱 然後另外就是 不相花慢 不相有徒生 不歌舞餐季 即故往關聽 不作惡高廣大床 不非死死 最後一條是 不作生相金零保物 生就是金 相就是銀 那這是以前的說法 這個生金相銀 相就是像金一樣 那其實銀跟金也不善 只是說他那個價值 所以 不作生相 其實就是不作金銀保物 生金相銀 生相就是金銀 前九戒與進住戒相同 進住戒就是八貫再見 不非死死 不非死死 其實就過無不死 出家以後 受了這十戒 才算是三咪或三咪 這是出家戒 所以完全自斷隱形 就是不斜隱感情不隱 六七八都是掃欲之主的蕩薄生 八貫災界最主要在掃欲之主 所以你看 他掃欲之主其實就是虎欲感官 色身相味處 所以你看香花慢 香油途生 香花慢延伸 其實就是不著香花慢 不香油途生 香花慢就是好看的 莊眼的 香油 就聞的 就鼻 就是眼睛好看的 跟好聞的 香油途生 然後不歌舞餐 就是好聽的 其實不亡觀聽 然後你唱歌跳舞 其實這個就是舞藝 那麼不坐臥高廣大長 這個就是身 躺起來舒服的 然後其實坐臥高廣大 高廣大是印度有錢人 那麼那一些婆羅門 或是那一些岔地利 那麼躺下來 就是他的床又高又廣又大 代表權利跟富貴 然後躺起來又舒服 又感覺良好這樣 所以這個是 也是無欲裡面的 那非神死心就是飲食 過午就不吃了 所以 但是不是在過午不吃 而是在你吃的時候 你不貪腫 你雖然過午不吃 但是你過午以前拼命吃 那也沒有意義 那沒有意義 那還有不著此 身相精靈才懂 這其實就是少欲知主的淡泊生活 戒重在少欲知主 為什麼呢 因為解脫一定要斷我戒 我戒 我戒還沒斷之前 要先什麼 要先克制我愛 就是我戒一定會隱身寡愛 就是說無敏會起貪癌 所以你在我愛這邊克制 那基本上就是修犯痕 犯症叫做清淨痕 清淨叫做禮欲 禮欲清淨 所以要禮五欲 我們預見的特點就是五欲比較重 那你如果離了五欲 你心就比較清淨 你很熱量 心清淨 心清淨 所以容易得定 所以禮欲犯痕 所以犯是色見 那你禮欲清淨 那基本上這個我愛就淡薄 我愛薄 你有智慧就容易斷我戒 其實這樣子 佛制的出家生活 以少益知主為原則 那麼在家的八關在家 也是少益知主 衣食住藥 飲食衣服 握具跟衣藥 這個叫做四四共有 四肢生肌 就是滋養你生命的 身體的 這一些 那麼飲食衣服 握具衣藥 衣食住藥 都從企劃得來 都是去跟人家化源來的 祈求化源來的 一跟十不得多聚精 一般來講就是三一一波 你穿的就是三件 三一 那就是一定量 你撥可以大可以小 但是你就是那一餐 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吃就是吃一餐 叫做運送意思 但是 有些也可以吃兩餐三餐 那你也不能過多 就是說 最多就是你中午以前 中午以後就不能再吃了 這個叫過午不死 那過午不死不一定是日中一死 那日中一死 其實就是 這個是 普遍上 基本上都是日中一死 還是可以吃 那所以 但是這一些都是去脫波來的 但有些也不能脫波 有些是硬貢 所以飲食有時去硬貢 就是人家貢癢 你沒有脫波的 就是人家貢癢 那請你去吃 那你去他家裡吃 或是他拿來試驗 貢癢 那麼遠遠 那個時候你就沒有說去走路去脫波的 但是大部分都是去脫波的 那所以他說 這個不得多蓄積 那波也只能一個 一只能三線 以免引起無限的攀運 那不管是一波或距 那麼他都在數量上不能多 在質量上不能好 在形象上不能太過顯眼漂亮 比如說一來講 你不能夠花花綠綠的 你不能都是那種蠶絲的 你也不能很多見 就數量上 質量上 跟外表上 他要求什麼 不素 淡薄 而且數量不能多 質量不能好 那外表不能太漂亮 太世俗 太亮眼 太鮮嫩 不行 所以 以免引起無限的貪運 其實就是貪愛 你太貪愛這個東西 那麼 這個其實就是一種束縛 無助於你的解脫 何況守持金銀寶物 那金銀寶物當然就更 他的價值更引起你的波攤 印度當時是不足持金銀 但是到了後來 慢慢慢慢這條界也改了 到中國其實就比較沒有持這條界 在南傳的有些還持這條界 南傳的比較重的兩條界 一個就是過不死 一個是不足持金銀 那麼北傳比較重的一界其實是吃素 就是不吃肉 魚肉不吃 南傳的其實沒有這條界 他脫波魚肉都是吃的 那北傳的其實因為他受菩薩界的影響 放往軍菩薩界的影響 而且他是比較有型大聖經人 所以他基本上出家界裡面種的其實是不吃水 不吃肉 不吃魚肉 那南傳的種過不死 你如果在泰國在緬甸過了午還吃 居士看到會覺得這個和尚不死 但是這個你在北傳過午又吃 你就不會覺得你怎麼樣 但是如果你就算早上吃吃 吃魚吃肉你就說你飯吃 在泰國你吃魚吃肉 你只要早上以前吃 你要吃多少條都沒關係 你都不會管你 你要吃肉吃很多人就還不會管你 他不會覺得你飯吃 所以這是偏重的不太一樣 那經典財寶的話 現在也有拿的 但是也有人不拿 那因為有的吃的比較親近的就不拿 但是也有 那部分現在也有拿 你去脫波也有人會給你錢 也有的 在泰國裡面也有的 但是他們還是比較有所謂的不桌子接頭 但是不桌子是不桌子 他們試驗也要經濟也要共產 怎麼辦 阿貝有一個禁人 有一個禁人 在家的 專門拿錢的 所以你說我要去購買這個長老 我要去購買這個長老 這個長老不拿錢 那你要拿給誰 他們還是收啊 拿給誰 拿給旁邊那個禁人 然後那個禁人收了之後 就寫一張條紙 跟這個老和尚說 我現在有你的多少錢在我這裡 大概知道 那就是由他負責他拿 然後他要怎麼 就他拿錢去買什麼 他不拿 那這些禁人他掌管這些錢 錢少的時候有時候沒關係 錢多的時候 這些禁人也會起貪心了 錢拿了就跑了 那跑了怎麼辦 跑了他有罪嗎 他沒有罪 但是在戒律上 就是在戒律上 道德上他還是有 因為他 他起了這個貪心 但是在戒律上 這些錢本來就不屬於這個和尚 因為他是由他 他是捨給他的 叫做捨給他的 那所以他如果錢過後 他有可能 錢拿了就跑了也有可能 但是如果他懂因果的話 當然他也不敢這麼說 但是常才會有這種情景發生 那麼你比較持親近的 你就你不拿錢 不拿錢不是你沒有錢 但是持得比較親近的 他不拿錢他也不擁有錢 但這個你就要很清晰 你也不要出門 因為出門就要錢 你這個試驗有一些 他就有趨勢專門的管理 泰國的試驗有很多 是有一些趨勢在管理 那像我們這邊的試驗就不是 就出家人自己管理 出家人自己親近 蓋房子幹什麼 那泰國當然不是 有些是政府 因為他們是佛教國家 那政府會撥款 然後試驗會怎麼樣 他們的住持 他們有擔金就住持有擔金 政府會給錢 政府會給錢 還是有的 那他有一些可能 有一些需要用到錢的地方 但是有一些人就是 能夠拿到錢 或有拿錢的人很少 那這個大部分是指使 就指使生 他負責管錢 這一條件他就不能持 那其他人就持 也有這樣子的 好 那到了後來 佛陀妹后這條件 就基本上就是引起 尤其是不桌子基民這一條 不達錢這一條 其實佛陀妹後 不怕就產生奇異 就是開始生團分裂 最主要還是因為這一條 那因為如果是佛教國家 對呀很多都是國王負責的 你就不需要 如果不是的話 那你沒有的話 你失業其實就很難維持 就不太容易 因為你水平也都要錢 你什麼樣都要錢 可是如果是國家負責的 那當然就沒問題了 如果不是的話 那所以 所以這個 到了後來有一些 比如說到外地去的話 你像太陽坐公車也不用選 去醫院看病也不用選 因為這個是國家 你出家人都固定到出家人的醫院 都不用選 坐公車 坐火車 有住家人有做的不用選 坐飛機就要 你就不要出國家了 那這一些有國家負責 但是如果你這個不是佛教國家人 那人家管你出家 也是要跟你收錢 那你要怎麼辦 那你那個時候 那個地方又沒有脫波的 那你要怎麼辦 那所以後來這一條界 產生很大的奇異 那麼東西方兩派的比丘 有十四非法 主要就是因為 不脫死心靈這一條 那麼 有此的人認為你這樣不如法 犯見 少要跟他結合 那麼 那有一些人就 就 就 反抗 然後就造成 這個 身反開始複裂 好 那這是講到 講到不脫死心靈這一條 那再往底下看 他說 常行啟食法 所以奉行過午不食 就過了中午 日中 日中就不吃了 就不吃飯 不吃正食 但是有一些非食家 有些還是可以 後兩界 雖止關於隱食與財物 但在佛的制度中 以不雲界顯出了出家人的特色 就是過無不食 跟這個不脫死心靈 這兩條界跟出家 就 比較有關係 那在家基本上 像八關災界 重點就是過無不食 但是他還是在家 他沒有聽懂 他追來受出家 但基本上 隔天就要回去了 那所以他也沒有所謂的 不做死心靈這一條 但是真正的出家 基本上 因為當時出家身團 凡事都是以身團為主 那是脫波的 所以 這個是特性 捨離了夫婦的關係 就是不隱 不協議 感覺不隱 捨棄了精進私養 沒有自己的財產 那試驗 試驗有專門拿錢的 那個是試驗的 都是試驗的 沒有自己的 就是說你的這個 試驗的財產 不是屬於自己的 這個是身團的 所以沒有自己的 經濟師有沒有 唯一你自己有的 就是你的衣服 你的鍋 你的藥 這些是你自己的 其他都不是 包括你住的房間 你的床 也什麼 這個都是試驗的 不是你自己的 在我國 所以說深重是木化為生 就是勸木 那大部分 他說時事採取了經濟自覺的辦法 他並不是去脫波的 不是在家信眾共能 像比如說蓋世焉 蓋世焉在佛陀時代 基本上都是在家種蓋 在家種出錢蓋 出家種哪裡有錢 不拿錢 你哪裡拿錢 比如說東眼金色 東眼金色 東眼金色是杜子母 就是披捨血 夫人蓋的 他很有錢 他用他的那個 那一店 嫁妝 九十萬 九億 九億就是九十萬 九十萬 九十萬 剩下很多了 捨給生桃 蓋一間金色 那竹林金色 齊延金色 都是在家蓋的 他們蓋好了 請出家人去治療 佛陀時代是怎樣 但是後來當然記得 要自己蓋世面 自己去勸募 話語 要蓋什麼 蓋什麼 大家說 那就不一樣 所以 然後 重點是 那麼 出家種試院 它基本上不是脫波的 中國一開始 就沒有行脫波法 因為什麼 因為你要知道 印度 佛陀時代 佛陀還沒有出家以前 就有沙門佛羅門在脫波了 佛陀還沒有出家 還是王子的時候 他不是由世文就看到沙門 他是來脫波的 那麼佛陀還沒有出家 還在家的時候 印度就已經有脫波的 沙門脫波的 那佛陀 佛陀出家了之後 建立真短 也還是軍行這一套脫波系統 就是去啟化 那 中國開始有出家人 是印度 印度過來的 但是印度過來的時候 一開始 這些印度的出家人 是 是誰在信佛教 是那些貴主 佛法到中國最初就是貴主國教 從漢朝 就是貴族國教 比如說 這個 我們講 安明帝那個時候 安明帝的弟弟 同屋與民的弟弟 是誰 楚王陰 楚王陰 那麼類似像這一種 類似像這一種 類似像這一種貴主 那麼 那麼 信仰佛教 那 包括 漢明帝 派這個人去請 請 請這個 印度的出家人來 他也是 供奉他們的 你看 他住在 剛開始就住在宏盧寺 他是 那個是外交賓館 那個時候 市是外交賓館 專門招待外國人的 後來又給他蓋了一個白馬寺 那 基本上 有錢人 或是國王 皇帝 或是那一些長者 那麼 他們 就 把它 有固定的地方 然後 有供養 那所以 基本上 一開始就沒有脫波起始 因為 中國的佛教是從 貴族佛教開始起來 一開始他們來 都是在都市 他們都是那一些 有錢 有事 有地位的 很信奉人 所以 並沒有 並沒有脫波這一套 那在中國 去起始的都是要乞丐 只有乞丐才是比較要飯 但是在印度去要飯的是什麼 是起始 不是乞丐 是起始就是什麼 沙門波羅門 這一些是休閒人 那乞丐也有 也有乞丐要飯的 但是乞丐要飯跟乞丐 脫波不一樣 那這些人是受到尊敬的 而且很多人願意給 很多人願意給這一些 修行的沙民婆羅門飯菜 但在中國沒有這套 而且一開始來的時候 印度人 這些是外國人 漢朝 漢朝的時候 開始有佛教進來 那佛教進來的時候 一開始只有印度人 出家人只有印度人 在漢朝 漢朝規定 漢人是不能出家的 也有偷偷出家的 但是政府規定 漢人是不能出家的 所以這些來出家的 這一些沙門 就是印度來的 西里來的這些沙門 他是被當作什麼 貴賓招待的 他怎麼可能 讓他去起始 也沒有啊 也不可能讓他去脫波 也脫不到波 所以因為這樣慢慢慢慢 那後來 後來慢慢慢慢就沒有這一套 就漸漸 因為一開始就是貴族佛教的 沒有脫波的 所以到中國一直沒有脫波的系統 文化上不一樣 那印度是因為 脫波也不是佛陀發明 是佛陀之前就有的 那他不過就是 言就這樣而已 像過我不死也一樣 也是因為原來 原來他們的沙門系統裡面 就有些有過不死 那佛陀最初也沒有過不死 後來是因為人家集選 晚上還在脫波 人家有些沙門 沙門集團晚上都不吃 你晚上還吃 後來佛陀覺得這樣也很好 所以後來就遵循這樣也過不死 其實是這樣子 那所以中國主要是經濟自決 經濟自決 貴族佛教基本上 我們看底下講 他說飲食是自己煮食 其實自己煮食還是可以吃非食食 就是你自己煮 自己煮晚上不要煮就是 晚上不要煮 但是因為在中國比較不重視這一條 所以晚上吃的還是很多 但現在開始 現在開始 開始這個晚上不吃的也很多 食過不食的也很多 所以他說難怪吃非食食 結果自己煮 那其實你就算不自己煮 你要脫波 你晚上要脫波以前也有 晚上也是有脫波的 所以重點是你有沒有心要吃 如果要的話 基本上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 財產是自己經燃 房屋是自己修建 至於田產收租金燦論將 與出家生活的本利越來越遠 那這個我們要稍微講一下 但是因為實際到想一下好了 田產收租這個我們說過 這個跟這個貴族佛教也有關係 因為這些出家人來之後 然後開始慢慢慢慢到南北朝的時候 出家人越來越多 那麼這一些信奉 信奉佛法的這些王公貴族就很多 然後他就會捐什麼 捐田地捐田產 那皇帝信的也很多 比如說梁武町 南北朝梁武町 那信佛信的可全成 那麼他有些誓願 他就會貴定這一塊地 像南北朝裡面 南北朝裡面有所謂的這個 生祈福 生祈福是什麼呢 那麼這件事業 那麼他的錢怎麼來呢 就是政府把要 比如說你這一村 那麼本來要捐多少稅給政府 但是你現在不用捐給政府 你把要捐給政府的錢 你捐給這個事業 這個稅收由這些事業來收 那這些就是交給一個單位 那這個單位 這個單位專門 那麼他收了這些錢之外 就是稅收的錢 有一部分撥到這一個單位裡面 生祈福裡面 叫做生祈福 這幾分中就好 那麼這個生祈福 他這些錢他來做什麼呢 第一個 震災 或是 就百姓需要的時候拿出來 然後第二個就是試驗要修建 要營修 試驗經濟 他撥給這個試驗 就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政府 就是信火的皇帝 他讓這個試驗 那麼有一個經濟來源 那另外有一些就是 把這塊田 把這塊田地 撥給這個試驗 那試驗有很多田地 那一部分拿來自己種 所以以前人 他自己種田 自己種到 然後自己收割 種菜 然後他不用去外面脫割 就是自信火多出家人 他有一個經濟來源 他可以不用去外面脫割 脫割也不一定脫得到人 那另外就是 他多餘的田地 就租給什麼 租給其他的人 然後收租 類似像這樣 所以以前的人 有些要去收租的 就是拿一年的租金到 去給人家收租的 所以這裡就變成所謂的 田產收租 那有些試驗甚至開當鋪 那麼收利息 還有還有這樣子 中國最早的銀行就在試驗 就是當鋪 然後他 你冬天 冬天有一些夏天的衣服用不到嗎 你先拿來當 換一點錢回去 然後等到你有錢 那你夏天來數回冬天的衣服 然後冬天來數回夏天的衣服 或是其他的東西都可以 那收一點租 收一點租 方便你 資金周種 那也有這樣子的 那所以 變成寺院自己有一套經濟系統 那因為皇帝試給寺院很多 很多填償 那或是 人家貴族捐給寺院 這一些都變成他的資產 那他就自己做經濟 所以田產收租 另外講到經燦論價 這個我們下次再講 這個問題也很多 但是這個都是因為歷史的因緣 尤其從明代以後 跟政府的規定有關係 明朝經燦是公定價的 政府規定的 比如說送華元金一部一萬塊 一萬文錢 送金剛金 送這個連環保戰 一部一千塊 多少人送怎麼送 都有規定的 而且出家人有分三等的 那麼所以後來就有所謂的 經燦論價這有多東西 那試煙 那麼掛牌 那麼你誰要來送什麼 多少錢多少錢 那這個是從明代之後才開始這樣 明代以前也有這樣 明代以前當然有天產 也沒有可能這樣 明清以後就很晚 那這我們下次再講 時間到了 大家合掌我一下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不及於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各位請進